遭通气一躲就是19年来 看到的是在高雄有名王姓女子 20年前因为毒挺案 遭到判刑8年6个月 因为不愿服刑 由爸爸协助逃亡 用看护的名字帮忙申办 假的身份证还有护照 让女儿冒名过活 躲了将近19年 还成功地出国39次 原本以为说 这个案子的时效已过 通气被撤销 想要用新的身份来生活 反倒是漏了线 如今遭到高雄分院一审 改判处一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事件跟着曝光 有如女版的电影《神鬼交锋》 机场内人来人往 出路人流复杂 谁是谁身份都得一一检查 不过如今却传出有女子 莫名出国 时间长达将近19年 有如女版电影《神鬼交锋》 原来是高雄一名王姓女子 21年前因为毒品案 遭判刑8年6个月 没想到她不愿服刑 爸爸爱女心切 竟然让年龄身形 看起来差不多的阳性看护 用她的名字贴上女儿的照片 帮忙申办身份证 再去申请护照 成功骗过承办人员 期间出国高达39次 而直到三年前 王姓女子以为案子时效已过 通缉被撤搜 跑到护镇要更名 享用新身份生活 却因为资料照片对比有意 不法事件 这才曝了光 而高雄地方法院 原先依违反 入出国移民法 护照条例判刑三年 在25号高分院却另有宣判 为何改判 原来高分院认为 王姓女子没有逃亡动机 再加上身体出现状况 往姓女子 曾讯时曾说 这一切都是父亲一手策划 自己只是配合 每一生都自己配合 就是十几年 有如神鬼交锋 台湾电影真是上映 记得高雄这么等 云林地检署 破坏了一个大型的诈骗集团 骗取被害人达到上亿元 没有想到这其中呢 有原警参与其中 这是一名任职在高雄 林园分局的陈姓原警 透过在诈骗集团里头 当车手的弟弟牵线 担任诈团军师 违法泄露各资给诈骗集团 他还没借同一个分局的 宏信侦查所加入 联手护航诈骗集团 云林地检署侦查终结 一诈期 公务人员包庇犯罪组织等罪嫌 起诉了两名原警 以及诈骗集团成员 一共33人 特性中对陈副武装 来到上半大楼攻坚 手持破门锤 指导诈骗集团大本营 而这个集团的 其中一名陈姓车手 他的哥哥在高雄当警察 竟然内神同外鬼 当起诈骗集团的军师 和女友庆祝周年的男子 他就是曾经任职 高雄林园派出所的 30岁陈姓原警 迎接同个分局的 宏信侦查所 给当车手的弟弟认识 两人利用职务之便 联手泄密各资 给诈骗集团 从账款当中赚取0.5%的佣金 还充当台湾车手集团 跟境外机房商户对接的仲介 日前侦查中介 涉案两名警员 遭到起诉 宏信原警有侦查队之背景 乃提供相关资料 及侦办手法给诈骗集团 让诈骗集团 规避查气 诚信原警有了额外收入后 生活过得很奢华优渥 不只有名车代步 还身穿精品衣服 事后涉案两名原警都被免职 原理地检署 侦查中介 一诈欺公务员包庇犯罪组织 起诉两名原警 以及诈骗集团主嫌等干部 总共33人 执法原警 沦为诈骗集团的门绳 不仅丢尽警戒颜面 最终也丢了工作 借过正义云伦报道 花莲吉安分局警方货报 在自强路一连发生了三起车祸 而且呢 照获的都是同一台货车 还肇事逃逸 警方寻现约谈流信车组 不过他的公词反复 便称说货车遭人偷窃 不过一查才发现 原来他因为酒驾被吊销驾照 才会一路拼命逃 货车撞上路旁车辆 还消去对方车门 驾驶不停下继续前行 闯红灯后又撞上 正在放乘客下车的大客车 换个镜头继续追 小货车车体严重损毁 竟然继续闯祸 猛力撞上聆听汽车 零件又飞散 但驾驶还是不肯停 继续晃呀晃 差点波及小黄狗 这一路连三撞 目击民众全看傻眼 我们原来在里面新人 帮你们搭档一次来 哇 这已经好用东西了 离捕兆淘发生在 花莲县及安乡的自强路上 警方约谈流信车主导案说明 他竟还变称货车遭窃 窗户的不是他 就是你开的啊 不是我开的啊 照片就是你开的啦 供词反复奇人一斗 监视剂还拍到他 拔下挡风玻璃瞬间实在太扯 原来他早因酒驾被吊扣驾照 竟然还上路闯下大祸 一路连三撞 这下无照驾驶 肇事逃逸 外加闯红灯 悬挂他车车牌等 最高恐挨罚四万三千多元 还得赔偿他车车损 教训可不小 记者陈津叶华联报道 国防部长顾立雄 遭报官邸电费突破百万元 为各部会最多 对此顾立雄亲自回应说 自己没有住过 强调所有的经费 包含了现行驻守的宪兵营区 而这个范围呢 就涵盖了国防部长官邸的 梅庄营区 那么这个营区呢 其实过去一直有神秘的色彩 它就位在台北市市林中山 北路上临近市林官邸 过去两奖时代 还曾经作为援手安全防卫任务的 驻扎营区 随后呢 才改为国防部长官邸 我没有住过官邸 我都住在自己的家 早报电费破百万 国防部长顾立雄亲上火线 陈琴自己从没住过 郭军也动起来 全面清查所有手掌宿舍 用电状况 每一户每月的平均水电费 该月是七千五百九十二块 那么都在合理的使用范围里面 半数字证明水电开销 还有一切正常 部长虽然没有进驻 依然有官邸助手 用电金额没有问题 而这涵盖房长官邸的 神秘营区也跟着曝光 国防部长官邸 梅庄就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上 虽然戒备森严 但隔着围墙 还是可以看到一栋 两层楼高的洋房 而且里头还有花园水池布道等设备 总面积达到三四百坪左右 隔着田门围墙 另一中隐藏的就是梅庄营区 目前由宪兵两两八营 营部驻守相传日治时期 这里曾作为特殊医院 枪绝人犯以及关机闭地点 民国二十五年 转为总督府中央研究所 随后再由台湾大学接手后 并革命为热带医学研究所 士林之所 二战后因为紧离士林关底 国防部特别向台大租借 执行顾总统蒋中正和蒋经国安全任务 全身时期曾驻守数百位特勤与宪兵 最后直到国防部解除原首为案任务之后 美庄营区才先后作为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官邸 而现行驻守的宪兵两两八营 还是宪兵唯一炮兵营 下下三个中破级炮连 强大火力支援 镇守正经中书 也有望取得战略先机 掩护大直的军政特区 还有就是博外特区的这个战略要定 房长官邸中央历史与关键战略之地 意外随电费争议被掀开往事 介层黄伟成台北报道 全家建成台北火力支援 ward键战略之地 连症 最后そう世界を遵守 承受的状况 更新进行icks